政策180度转弯大风大放的情况下 要说现在什么药最火 那当然是神药莲花清温了 中国各个版本的什么用药指南 都把这个药加了进去 首先说一下这个药是怎么来的 2003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莲花清温胶囊进行临床研究 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启动防治非典型肺炎 药品快速审批通道之后 首次批准用于治疗非典的中药 也就是说这个药是为了非典研发的 2004年6月刊发的中国中医药报 披露了更多的细节 说他们昼夜公关 在短短的15天内 完成了莲花清温胶囊的 提取浓缩干燥成型等生产工艺 和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 从研制到或省药监局批号 再到进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快速审批通道 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15天就研发出来一款药 什么概念 给大家普及一下医药界公认的双食定律 就是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 平均成本超过10亿美元 研发周期要大于10年 另外根据中国织网检索1992年到2003年 这12年间 吴依岭在一些医疗杂志发表过几篇医学文章 主题都是心血管疾病和肌乌力疾病的防治 期间并没有莲花清温为代表的呼吸系统和感冒防治 相关研究 所以依岭药液怎么在一夜之间对呼吸系统的疾病 这么拿手了呢 所以说一款15天就做出来的没有呼吸系统疾病经验的研发 没有经过科学验证 没有经过大量临床试验 一个一堆中药组合起来的 一个不是为了新冠研发的药 突然跳出来说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新冠 你信吗 以现在来看很多中国人都相信了 我们先不说药效怎么样 抓机会莲花清温那是快准狠 从2003年的非典 2008年的手足口病 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 2020年开始的新冠 再加上每年的流感 莲花清温一次次上演救世主的戏码 没有让任何一次灾难的机会错失 甚至2008年的汶川地震 莲花清温也尽力打造为国制药的企业人设 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 身处神坛的莲花清温出厂销售额 已经达到超过百亿之巨 这次疫情尤为突出 在各种官方的居家指南里都有莲花清温的身影 我在这里想认真地问编写指南的人 你们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 把一个15天就研发出来的莲花清温 设置在里面 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抢购 已经把价格从十几块 抬升到了70多 甚至90 100多块钱 如果说这不是发国难财 那么什么才是发国难财 如果说这不是人血馒头 什么才是人血馒头 这时候有朋友也许会说了 以前感冒的时候 吃莲花清温确实有效果 当然有效 因为莲花清温 贼就贼在这里 莲花清温的配料表里面 有一个叫做芝麻黄的东西 芝麻黄里面含有麻黄碱 又名麻黄素 为你肾上腺素药 能兴奋交感神经 药效叫肾上腺素持久 能松弛支气管平滑机 收缩血管有显著的中枢兴奋作用 麻黄碱是暂时最好的 缓解感冒症状的特效药之一 像是流感病毒引起的鼻色 流鼻涕 包括头痛 头晕 咳嗽 用它立竿见影 而且大部分人对它还没有耐受性 像是快克 康泰克 白加黑 这类特效感冒药 里面都含有伪麻黄碱 为什么不用真的麻黄碱 因为麻黄碱能够成为制作冰毒的成分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用伪麻黄碱 效果类似 所以如果你吃莲花清瘟感觉有效 那是因为这个成分有效 而不是说莲花清瘟有效 你吃所有类似的感冒药效果都一样 钟南山和解放军日报也强调过新冠没有预防药 中国人这三年真的是惨 开始被口罩企业收割 再被核酸企业收割 疯了被保供企业收割 放开了被药企收割 本来就不富裕的中国人被这些资本一波一波的收割 而上面却视而不见纵容他们的行为 从非典到新冠 莲花清瘟一次次被官方拿到明面上 为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两个字 面子 中国的企业做不出什么特效药 那怎么办 上莲花清瘟呢 怎么能够在国际上丢面子呢 博大精深的中医干不过西医能够说得过去吗 无论非典还是新冠真正严重的病人 是用中医治疗还是呼吸机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冠疫苗上 科兴的疫苗在重症率死亡率上都比国外的辉瑞疫苗要高 但是中国就是不引进辉瑞疫苗 不过最近也听说中国开始引进辉瑞疫苗了 仅仅给在中国的德国人打 中国的群众如果想打辉瑞疫苗 只能够去国外打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不想承认科兴不行 不想承认国产的不如国外的 最后还要呼吁一下大家不要跟风去抢什么莲花清瘟当韭菜